我是衬衣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母一起 Hoffy Blade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来自一部电影 我的题目是 盘点头脑的情绪特工队 头脑情绪特工队 Inside Out Do 观后感 《头脑特工队2》 是一部深入探讨情绪对人生活影响的东华电影 透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疑人化的情绪角色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帮助今天的人更好的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首先 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情感挑战 认识到这一点 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 不再感到困惑和恐慌 而是以接受和理解的态度去应对它 其实这部电影也强调了所有情绪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影片中 《教律》虽然给来历带来的压力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它 提醒它注意潜在的危险 《换热》另外一个角色 《换热》 最终认识到只有接受和管理所有的情绪 才能保持心理的健康和平衡 那这一启示 这一种的信息 对我们管理情绪非常重要 我们不应该复视和压抑任何一种情绪 而是要学习理解它 理解这些情绪 它们的来源和作用 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应对还有调整 另外电影也通过情绪角色的互动 展示了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来历 Anxiety 因为情绪波动 与家人和朋友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那这一种情节告诉我们 情绪不仅仅的影响个人的内心世界 还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和关系 所以学会表达和沟通自己的情绪 是恢复恢复这个什么 还告诉我们 情绪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持续的过程 来历 这个Anxiety 它的情绪经历了许多波折和调整 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这个过程也提醒我们 情绪管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是需要什么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调整的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情绪变化 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情绪管理方式 比如说透过摩响 透过运动 还有与人分享 保持心理的健康 最后电影还强调了什么呢 寻求帮助的重要性 寻求帮助 在来历 这个Anxiety 它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 它的情绪角色 通过合作 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情节提示我们 提示我们 在情绪管理的过程中 不应该固俊奋战 单打独斗 当我们感到无法应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寻找家人 朋友和专业人士的帮助 透过他们的支持和指导 更好的管理情绪解决困境 头脑特攻对二 Inside out two 让我想到 旧约圣经记载的大卫王 旧约圣经的大卫王 他如何驾驭自己的情绪 驾驭自己的情绪 四篇四十二篇第五节 四篇四十二篇第五节 大卫说 我的心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祂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祂 大卫很正面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正面管理 因为人的情绪是神所造的 是有存在价值的 大卫首先 他坦诚接受自己的情绪 接受自己的情绪很关键 比如说忧闷烦躁 他自己讲的 然后第二 接下来是什么 他也知道为何自己忧闷烦躁 为何 什么原因造成 所以圣经也明显告诉我们 因为他的过犯 他犯罪而造成的 造成他这种情绪 第三 他怎么样解决它 他的方式就是 他知道神可以帮助他 平稳他的忧闷烦躁 所以谈到神以笑脸来帮助他 他仰望神 有这么一句话 弟兄姐妹 你觉得怎么样 这句话讲什么 情绪掌控决定我的人身格局 情绪的掌控决定我的人身格局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情绪稳定和管理得当的人 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 往往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从而在人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满足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